中華職棒富棒漢獎 在嘉義舉行開訓典禮 除了菜鳥球員一喊出目標 也公布了隊長人選 由范國成接任 他不只向林冰展示一下 他手臂上的C標誌 代表隊長Captain 更要扛起責任 我想要請大家再給哲軒一個掌聲 哲軒辛苦了 我認為一個球隊要會 要最強一定要有良好文化 有極好的溝通 我也會扮演好隊長的角色 帶領著大家 而卸下隊長植物的林哲軒 去年在新竹棒球場受傷 開刀治療 他分享好消息 就是恢復進度超前 想要拚開季上場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復健進度算 比一般人還快滿多的 就是不管是肌力還是穩定度 就是都還滿不錯的 不包含將開季的陣容變動 幾位球員離隊引發關注 包含去統一的林一拳 去樂天的陳洪文 跟轉隊到衛權的王耀玲 富邦表示都拿出過誠意挽留 除了誠意之外 也心懷感謝 那確實也想再提供一些機會 給他們看能不能再 他們能夠再為球隊 來貢獻一些力量 但是有幾位呢 就是有自己的這個考量 那我們除了感謝之外也祝福 富邦翰將2023年陣容年輕化 喊出年度口號ALL BLUE 意思是希望發揮藍色力量 湛藍出擊 華視新聞陳一瑋 林一文 嘉義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挺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